诶 诶 那盆粉掌稍微留点身啊 咱这杨总送我的 慧总 不好意思 我们这也是按照这个备好备定办事 事情查清楚 就拿换你个清楚 明白 明白 诶 诶 诶 让你小心点小心点吧 吴汪 诶 来看看你 进来吧 坐吧 今天怎么不上班啊 特意请假 过来陪陪你啊 干嘛呀 怕你一个人在家闷呀 没事儿 别把我想得那么脆弱 我已经想好了 我想带你去郊区 泡个温泉放松一下 算了吧 去郊区泡温泉还不是在家待着呢 你试试嘛 泡个温泉 放松一下很多事情 说不定就忘了 喂 什么 在哪个医院 好 我马上过去 什么 杨董突然晕倒了 在六院抢救 郭总 情况怎么样 辛格已经去世了 孩子送去家房治赶了 王董 刘董咱俩在路上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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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不得到啊 老杨 夫人 亲爱 都是要你们的朋友 以后有事照顾一事 谢谢 谢谢 王董 夫人 很高兴 你先走了 走 走 走 冬子快到了 快了 快了 快到了 孩子 连他把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嫂子 你别太难过 要不这样 我扶您先到一房间休息休息 好吧 杨董这一走啊 麻烦都给咱们了 杨董的夫人 就是个家庭主妇 儿子在念书 哎 你说这以后的事儿 谁做主 咱们也太倒霉了 观众来了 咱们赶快迎迎他去 好 跟他商量商量这事儿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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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给你买了点粥 我去给你买了点粥 妈 妈呢 杨董夫人怎么样 我开始找了个房间 扶他进去先休息一下 刚才我家炉梯街 听王总他们说 一会儿关号回来 他们都下去接他了 那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待会儿 干吗呀 我在这儿陪你 有这样子 没事 就是懂得慌 和说好的 整应二十年 我带他回去串住 回老部队 那插链鱼 杨冬的夫人在里面 请 关东 请 上次北傲增股咱们买少了 现在有现成的送上门来 老天都站在咱们这边 有多少都接过来 想要吞下北傲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不是解容易的事 怕什么 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都不叫问题 百分之六十的股权要多少 我给你 那么多钱 我可还不起啊 拿你还呀 拿我押给你 我也没那么多钱啊 你把你后半辈子都押给我不就得了 我能值那么多钱吗 我看上的人是无价之宝 想当初 胡安那个项目 要是能砸那么多钱进去 也就不会让给北傲了吗 八个亿买个胡安贵了点 但是把北傲所有的再建项 加上胡安都拿下 这些钱还是值得的 不要让我失望 我刚进董事会 什么事 你一步一步来 文静啊 经过公司联政部的调查 你没有任何贪控受惠的问题 明天将会召开第一次临时性股东大会 我会在会上 向股东们详细汇报 谢谢陆长 不用谢我 轻者自轻 当初杨总让我抓这个林政部就告诉我 林政部只对北傲集团 它的发展负责 它不是任何人的刀 更不是乱人的狗 这个所谓的检举应该是有着暗中失败 想把你拉下来 它没有得逞 应该会有火招 你要小心它 我个人是经得起考验 就是公司现在乱象丛生 是啊 杨总一走 都听说有股东思想离转移股圈 不知道将来公司会怎么样 你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 那趁着杨总夫人是代理董事长 赶紧把你的事理好了 让你赶紧复职 代言公司能够顺利度过这个难关 曹操 调查清楚了 我没事 别担心了 太好了 真是一个好消息 行 我一定请客吃饭 拜拜 什么情况啊 本药的连政部已经查清楚了 弓箭没有问题 那封举报信是恶意重伤的 这才叫真相大白 喜大补奔啊 是是是什么外语的问题啊 就是欢天喜地大坏人心不天 农见奔走相告的缩决 这么好的事你得请客呀 是请客啊 今天晚上弓箭说了 请大家吃饭都去啊 好好好都去都去 来接着说我们的事啊 看下一条啊 下一条是孟静明 啊 我 是谁打电话都跟我说了 你们老团长走了 公司又在调查你 你说你的心里能好受吗 没事了妈 公司联征部已经查清楚了 我没问题 明天股东大会就给澄清 那就好 那就好 小瑞来电话还说呢 说呀 以前那是误诊 没有早点告诉我 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我说啊 人没事就好 其他的 都不算事 以后啊 你见着他的时候 跟他说说 别往心里去 乘来家玩 好 我见着他一定告诉他 那你跟曹操的事怎么样了 妈 我想跟曹操结婚 你们两个呀 真是猜不散的冤家 这绕了一圈 还记得他好 我呀 不管了 真的 真的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人家提啊 明天 明天 明天是股东大会 趁着人多 我想表示一下 祝你成功 以前哪 我觉得他带个孩子 你吃亏 现在呢 你也有个女儿了 扯平了 既然你们两情相悦 妈祝福你 妈 其实 莉莉 莉莉 莉莉她又怎么了 她又病得严重了吧 她 妈妈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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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没事 好着呢 好着呢 莉莉 前两天是叫我爸爸的 真的 真的 她什么时候叫我奶奶就好了 没有 没有 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呗 你看你现在身体这样 这心情也不错 好 那贾政助理 她能补干了吗 我可以考虑 谢谢妈啊 我和刘董 确认一下 都是北澳的老姑娘 就这么走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 看清 这个我都能理解 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刘董 王董 你们的这份情形 才让二位 从来都没施过手 关董 我很好奇啊 您能用什么办法 能让北澳 逢兄化吉 转危危安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办法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北澳一定得行官 这是为什么呀 传说您跟弓箭之间 有什么不合 传说是哪种不合 弓箭跟您前妻之间 我就不妨跟二位说实话 我跟弓箭原来是特别好的哥们 但是他强了我老婆强了我孩子 我儿子失踪了五年才找回来 现在跟他弓箭比我还亲 我要是能咽下这口气 你们说我还是不是个男人 这弓箭怎么是这种人呢 我原来也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啊 算了 这都是家务事 二位 明天武东大卫元 你们务必要到这儿 但是这一事咱们就报复了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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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关董 祝你成功 慢走 好 留不留 留不留 你真的是因为邓草草的事吗 老天爷很公平 给了东建一样 就要拿走他别的东西 文浩 你赔上身家性命 为了女人跟哥们闹掰了 就只为争一口气吗 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你要真能为邓草草放下所有 他早就跟你了 第一 是弓箭为了一个女人 要跟我闹掰 第二 我愿意为草草放下一切 可草草她不要 我也没办法 你认为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现在说过北奥 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你买了 只能证明你令我所图 正好 你和龚剑邓草草的爱恨情仇 上演了一出转移焦点的好戏 女人太聪明 男人只会近的 但不会爱的 所以要学会大智若隻 这是东方商学院的 EMBA的入学动论书 你想认识的人里面都有 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谢谢关董 我一定做一个好学生 明天跟我一块去北遥的股东大会 好 在那之前我会舍口入瓶 董总 我这个代理总裁今天总裁是可以交参了 这个位置还是得您来坐 不管是谁在这个位置上 都要把北遥收好 杨总走了 咱们得对得起他的信任 是 感谢各位同仁 对我先生杨克卿生前的支持与帮助 今天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市公司联政部就执行总裁 龚建先生停职调查仪式 向在座的各位股东如实汇报 经核实公建先生作风清廉 没有任何贪污受贿问题 我以代理董事长之名 宣布即日起恢复龚建先生原职 继续担任执行总裁 下面由执行总裁龚建先生 为大家发言 今天呢 等一等 我不同意 我认为龚建不再适合担任 北遥执行总裁之职 不知道关董认为我不能胜任的理由 是什么呢 公司最近接二连三地爆出负面新闻 形象已经严重受损 你作为执行总裁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吧 如果在座觉得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 那我只能行使我的权利了 我拒绝同意龚建继续担任执行总裁 关董什么时候有这么大 你以为可以用口直接贞去 负面帮助 你也不在顺族 你清禄 我拒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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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什么 权利责富 他支付给你 子增 我拒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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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拒绝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同意 好 那就一致通过 我宣布鲁修成为北奥集团新的执行总裁 谢谢关总 陆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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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知道管浩是最大的股东 他今天会玩这么一手 没错 我是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邓嫂嫂 我是律所的老板 我知道怎么做对律所才是最好的 公银现在什么都不是 关浩才是最大的股东 如果不出意外 他还会使下一任董事长 我当然要对现任客户负责 你别忘了是谁把一个即将倒闭的律师事务所 变成了北熬的法务团 这份人情我们记得 当正是解聘的时候 会尽量帮龚建争取更多的利益 我以为你们都会把龚建当朋友 邓曹操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果你认识不了这一点 你永远成为不了一个好律师 我认为一个律师的存在 是防止利益对人性的腐华 而不是做金钱和权力的奴隶 你太天真了 我想我没有办法在一个 只讲利益不讲人情的地方工作 输职 你有话好好说吧 请便 我就不信 他离到这儿 还能找到第二个 请他三十岁过司法考试的人 做正式律师 小嫂 怎么了 小嫂怎么了 今天不是龚建复职吗 专门来给他送花的 该送菊花 现在关浩是北傲最大的股东 他已经控制了董事会 把龚建炒鱿鱼了 关浩是最大的股东 找我姐 我姐肯定有办法 问题是 你姐也举手同意了 喂 您好 法务团 我是 您是 有时间 我马上过去 陆总裁 现在北傲是我们的天下了 好 谢谢 谢谢黄总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是不要让黄总失望 把这儿给你重新装修一下吧 这儿我不太喜欢 能换一件吗 你现在是执行总裁 只要你喜欢 小事一件 谢谢 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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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什么事 小众 坐 关好 现在 是不是特得意 他现在是北澳最大的股东 肯定不会让我再做执行总裁 早晚会登上 不过现在让你上 挺好的 好歹也是我们这面的人 所以啊 他那面有什么动作 你还要随时关注 随时告诉我 你最好把我安排到开发部 是这样的 董事会决定 让您做职业顾问 这也不容易做轻松 正哪步时候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另外 我现在是不要的执行总裁 可能不太方便 您再继续病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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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太大了 矿石市场一直不稳定 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吧 周总的顾虑 我已经完全考虑过了 放心吧 我做了一份详细的风险评估 如果风险评估没有问题 我没意见 太好了 卢总才会把风险评估 发放到你们每一个人手上 华总 昨天过去找我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怀疑北傲一直以来的内鬼 是我 证据呢 怀疑不代表事实 离岸公司我已经注册好了 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 是写好那份评估报告 安抚好那些股东 事就成了一半 找人把他盯紧了 别让他爱说爱讲 好 我明白 小小瑞还在胡安吗 是 把他调过来 做你助理 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卢经理了 是卢总裁 关总 对 都在和你都说 都在任何人 还会 一般 他是 记者 我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辞职了吗 怎么还来律所 你不用着急啊 像你这样没有原则的老板 我伺候不起 邓曹操 对于北敖 于公于私我都没有做错 你不要因为你个人的感情 就随便指责别人 你跟关昊到底做了什么你心里清楚 我这都是为了律所 换了老板自然要换礼 不然咱们整个律所都跟着喝西北风吗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邓曹操 到本公室来一下 北敖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很气愤 你跟冯上香 那索性以后就各干各的吧 啊 就我的辞职信 你还当真的 你想想 你刚过了旅口 在我这儿辞了职 你上哪儿转正去啊 小雪每年的学费怎么贵 公建儿目前的情况又是这样 你不要太一级用事 啊 另外啊 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留在北敖 说不定对公建有帮助 还有 公建儿遇上这个事 肯定心里也堵得慌 索性最近 你放下手里的工作 陪她散散心吧 来 咱们好久没有一起喝酒了 是 你想跟我说什么 也不想说什么 就是看你心情不好 想陪你聊聊 我心情不好了吗 公建 别壮了 人性险恶 别那么悲观 我 就别说了 我等他 你自己会说 她是想陪你 想陪你 你彻底的再见 我愿意了 这个项目评估过吗 表面看上去一切正常 可是关昊刚接受北昊 就弄这么大的动静 你不需要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之前公司就一直有内鬼 我现在想明白了 关昊跟鲁修成 早就应该有构建 好 我会帮你盯着关号的 谢谢 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 家门钥匙也不搭 忘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 没有 没有心情不好 天饿了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别一个人憋着 现在我们俩在一起 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别老把我一个人丢的了 真没事 我就是 喝喝酒想起老团长了 想起我们在部队 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真好 别想这些啊 曹操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 当然没有 对啊 我总觉得 我看着我老战友 离我而去 应该是二十年以后的事 这怎么在眼前就发生了呢 明天我过来给你收拾东西 帮我那儿去吧 干吗 干吗 现在已经不在北遥了 还住这儿干吗呀 也是 现在我失业了 你转正式律师了 你养我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我们住在一起 我可以给你做饭 给你洗衣服 陪你聊天 比如伺候你还不好啊 对吧 好 过些天吧 过些天我帮过去 为什么 过些天 等我跟北遥 做个彻底的了断以后 我会搬走的 你还想怎么了断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争个高低呢 我知道你对北遥有感情 可是现在的北遥 已经不是以前的北遥了 有什么事情让股东们 他们自己去解决 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是要跟他们争 北遥是我第二个家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破坏他 我不管别的 我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好 我知道了 曹操 时间也不早了 早上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你一个人喝这么多在这儿待着我放心吗 要不我给阿姨打个电话让她来看看你吧 别 别刺激我妈妈 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走吧 我这样会影响你 有什么给我打电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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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